第1061章 龙牙斗场 很好 你做得非常好 克罗蒂亚魔法协会以及政府都向我们治来泄铁 我们帕特农神庙所需要的克罗蒂亚黑度捐花 将不再收取任何的税务费用 中央大店内 店母甚是高兴 看待心下的目光也和之前大不一样了 黑度捐花一直是帕特农神庙非常或缺的一种药物材料 往常克罗蒂亚会在这方面收取相当高的税务 偏偏黑度捐花的品质也就只有克罗蒂亚那里最好 在用量庞大的情况下 每年采购黑度捐花在税务的消耗上都是一笔相当惊人的数目 让店母都没有想到的是 克罗蒂亚政府因为温病的事情 竟然直接免除了税务 这为他们帕特农神庙可节省了一大笔钱 而这一切竟然是因为被故意刁难的新候选人叶星夏 他不单单是解决了这场病疫 更似乎在克罗蒂亚扬起了一阵呼吁之声 帕特农神庙里一共有八位候选人 星夏加入其中只能算是第九位 其他候选人各自都在一些地方拥有自己的名望与美名 能否最终成为神女 也是看世界各地的呼声 一旦有哪位候选人的呼声在世界各处都会有响应的话 那么他就离世界神堂不远了 人们敬仰 爱戴 形成一种宛如宗教一般的信仰 当然 候选人期间 大家都只是支持 还谈不上那么根深蒂固 星夏本身是在神女殿默默无闻的 可不知为何 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了支持之声 再加上埃及那场金字塔战役 以及正炙热的克罗地亚传染病 两次都有他的名字 再加上候选人的身份公布 于是 埃及那边和克罗地亚那边 同时涌起了一阵呼吁 支持星夏这位第九候选人 虽然这点呼吁之声 与其他几位候选人的影响力差别还很大 可星夏也算是有自己的影响力了 现在应该没有人对他成为候选人有意义了吧 店母反问了一句 目光扫视着众成员 这点 功绩 离候选人仍旧是有差距的 两个国家之所以会忽然间大肆追捧 不过是跟风而已 大贤者梅若拉依旧直接表示着自己的不满 作为刚进生的女士 能够让人记住你的名字 能够让世人更加尊敬我们帕特农神庙 这就是很难得的事情 星夏看着店母 不知道为什么 星夏感觉其实是有些奇怪的 按理说 即便自己最近确实表现出色 完成了很多女士都没有完成的事情 但店母对自己的青睐 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作为店母 她不是应该更关心候选人 以及女贤者们的情况吗 相比起一些更大的事件 自己所做的 其实也只能够算是一般 星夏对帕特农神庙的职位晋升 不是那么的狂热 不像其他女士那样 几乎可以整个人都钻入到晋升之事上 反倒是店母的这三番两次 有意提携自己 让星夏受宠若惊的同时 又觉得几分不安 一方面是店母的这番好意 让星夏不明用意 另一方面就是来自 神女殿其他人员的目光 星夏可是心灵系法师 她可以感觉到 这些人目光里的敌意 威尼斯水都 返回到这座水上城都 莫凡发现其人流量又变大了 一些比较狭窄的桥道 水道都彻底拥堵 感觉要再有人继续进入到威尼斯 威尼斯水上交通 是要彻底瘫痪了 凡哥 你打国赛 还能这样乱跑的呀 张小猴打心底 佩服莫凡 别的国府选手 那都是紧张兮兮的候着 生怕走出去后出了什么意外 不能够好好比赛 莫凡就牛逼了 直接跑到危险的克罗地亚 比较重要的 比赛我自然会回来 莫凡说道 好像下午 就是我们国家的赛事 我先看一下 是打哪个国家 张小猴拿出了手机查看了起来 一旁的玲玲看都没去看 直接回答道 是西班牙 西班牙 不知道为什么 莫凡心里生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家伙很强 张小猴问道 强是肯定很强的 记得上一届他们排名 大概是13左右吧 玲玲说道 莫凡偏过头 低着视线 看了一眼小青马尾边的玲玲 嘀咕了一句 这种事情你都记得 玲玲忽然沉默了 好像想到了什么 令她不太开心的事情 莫凡也不知道 自己说错了什么 便也没有去在意 只是告诉玲玲和张小猴道 待会我带你们 到休息区那里 你们就在那里观看好了 这回买票 你们是别想买到好位置的 返回威尼斯的时候 时间有些紧 而且交通 还分外的不方便 张小猴不免担心 莫凡会不会错过时间 而且 不久前 风铃那个老家伙 还打电话来确认了一遍 询问莫凡 这混蛋到底在干什么 怎么还不到现场 莫凡当然不会说 自己是跑克罗地亚了几天 只说自己闭关修炼 没啥事 不要叫他 凡哥 怎么感觉这个场地人有点少啊 难不成我们中国和西班牙 打算是冷门 到了赛场 张小猴不免问道 玲玲也抬起头来 看着有些空荡荡的大赛场 一副闭口不言的样子 莫凡也纳闷 难不成所有人都进场了 可就算都进场了 这外围 应该也有很多人的才是啊 世界学府之争 可算是国际上保留的少有的魔法决斗赛事了 大部分人想要看到真正的魔法较量 也就只有在这个世界学府大赛上 莫凡 你怎么还没到啊 都快开始了 赵满言的电话急匆匆地打了过来 质问道 我已经到托伦托魔法斗场门口了呀 怎么感觉怪怪的 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莫凡说道 对面那边沉默了几秒钟 你他妈是脑子灌满威尼斯河水了吗 今天是在龙牙魔法斗场 赵满言的声音从手机里咆哮了起来 让莫凡感觉那家伙的唾沫都要喷出来了 妈蛋 没人通知我呀 莫凡也是震惊了 风离估计都要把你开除国府队了 你发给定位给我 我飞过去接你 赵满言说道 哦哦 我再往你那个方向去 我们半路回合 莫凡说道 莫凡与玲 张小侯交代了一句 也不理会威尼斯的城市规定 直接以暗掘斗篷在水道上集行 看着匆匆忙忙赶场的莫凡 玲玲和张小侯都是一脸看智障的表情 莫送莫凡远去 我们国家国府收了凡哥这样的学员 真是得操碎了心 我们还是得买票 玲玲满不高兴地吐了一句 龙牙魔法斗场是威尼斯最古老的魔法斗场之一了 这个斗场并非是临时布置场景的 而是一直以来都宛如一片严林那般 耸立着一根根宛如龙之獠牙的石峰 石峰高度不一 有些扑在离地面大概只有几米的高度 看上去像是一座座假山凌乱地摆放着 组成岩损迷宫 有些石峰就相当高了 长达三四十米 堪比威尼斯许多高楼 矗立在街区的稍上方 这次的战斗场地也就在这里 排排龙牙石 这次看来是土戏法师能够占大便宜了 选手休息区里 江玉抬着头看着那些参差不齐的岩峰 感慨地说道 那可不一定 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整个场地地势是往下陷的吗 教员白东威开口说道 国管的教员也已经到来了 同时国管选手也有几位到场 作为替补学员们坐在靠后的选手位置上 国管选手里面也有几个都是莫凡熟悉的 其中木奴教自然是不用多说了 除了他 东方恋 乐堂也在里面 说是替补 其实根本不会有他们上场的可能 本身国府正式成员就有十名左右 除非这十名选手都出现了什么意外 他们来这里也只是为了观战学习的 既然他没有来 那就让我上马 我好歹也是自修土系 这个战斗场地 临寻复杂 眼识众多 我能够在里面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想要表现自己的关于 说道 急什么 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 风鲤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可如果开始了 他还没有到的话 我们就不不允许再让人替他了呀 穆婷颖说道 在时间没到之前 国府可以自行选择上场选手 但到了比赛时间 所确定的名单直接上交 想要更改就不行了 而迟迟没有上场的那个人 也将被判定为弃权 你们说的那家伙 不会是已经躲起来了吧 这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 在我们西班牙法师里 就绝没有这种避而不战的懦夫 斑驳王子的声音传了出来 言语里丝毫不掩饰 对莫凡的讽刺 不过 在意识到身边就是穆宁雪 斑驳王子又急忙表现出一副 彬彬有礼的模样 解释道 穆宁雪小姐 我可不是针对你和你的队伍 我只是针对那个队伍 相当无礼 却落荒而逃的人 我希望在今天 能够跟他有一个了结 却不料他不顾团队荣耀 这样令人失望的潜逃 斑驳王子在那里喋喋不休 穆宁雪纯当他是空气 莫凡这人 穆宁雪又不是不了解 别说是修理了一个王子了 暴走了一位国王 他都照样吃 照样睡 第1062章 一至千金 这已经不是斑驳第一次前来纠缠了 仗着自己身份高贵特殊 竟然直接跑到中国这边的休息区 有几次穆宁雪也想像莫凡那样 把这家伙给扔到水里去 凡不甚凡 斑驳王子 你该回你自己的地方了 在这里挑衅可没有什么意义 蒋绍旭没好气地说道 我又不是比赛选手 而且我也询问过你们的首席 他是同意了的 斑驳王子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老师只是客气一下 没有声音的回聚 是你自己厚着脸皮跑进来 你代表的是西班牙 今天我们与你们交战 你跑来这里 难不成是要偷听我们的阵容不成 江玉也没好脾气地说道 江玉已经把莫凡看成是朋友了 这个斑驳摆明了 是来这里勾搭慕宁雪的 七朋友之妻 江玉可不能忍 在中国虽然早就没有王室了 可要论社会地位的话 他们这些人 其实也不比这什么西班牙王室王子 差到哪里去 所以除了穆婷颖这种女人 会真的把斑驳王子当一回事之外 其他人压根就没怎么鸟他 说实话 听见他在那里 各种没完没了的叨叨 江玉觉得莫凡把他这臭皮家伙 扔到谁里是对的 这位朋友 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大西班牙 还有必要窥视你们的阵容和战术 别忘了 在上一届我们可是 掌握了世界学府大赛的第13名 而你们早早就被淘汰 班牙也不高兴了 毫不客气地还击江玉道 妈的 别提上一届 上一届你们要遇到美国队伍 也得滚回自己国家去 江玉有些跳脚 恼怒的道 江玉 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教你的东西 你都忘了吗 怎么这样放肆 宫廷首席法师旁来 瞪了江玉一眼 江玉马上就萎念了下去 不敢在自己老师面前 有半点的造词 听到首席法师 蓬莱在教训江玉 班牙王子 也立刻幸灾乐祸了起来 这位西班牙的王室 似乎从小就备受围绕 无论什么情绪 都完全没有刻意地去掩饰 似乎他已经地位超然 没有必要迁就着谁 班牙王子 你是不是该回你的地方去了 比赛 马上要开始了 首席法师旁来说道 我在等那个懦夫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是那个家伙 先粗鲁无理再先 让最近媒体 传出了我落水的新闻 让我名声受损 我要和他做个了断 班牙王子说道 那么你想怎么做个了断啊 就在这时 莫凡的声音从旁边传了出来 班牙王子看到了 莫凡 不由地笑了起来 眼神中带着挑衅 开口说道 你总算露面了 看来你至少还是有点勇气的 不过 我也 不妨告诉你 我已经和我的队员们打过招呼了 只要你敢上场 就让你付出大代价 班牙王子 你这是在威胁我的队员吗 旁来皱起了眉头 有些不满地说道 我就这么一说 你要当成威胁 那是你们的事情了 班牙王子倒是傲慢至极 丝毫没有在意旁来的质问 你是觉得 你们西班牙非常强 必定击垮我们吗 脾气 非常臭的风鲤 也有些看不下去了 冷冷地问道 我们倒算不上非常的强 但我想再与你们国家交战 胜算还是很大的 班牙说道 对班牙而言 他们西班牙 就是比中国强 无论是上一届 世界学府之争的排名 还是国际上的影响力 很好 你们很自信 风鲤被西班牙的这个家伙 也是搅得有些不爽了 本来 莫凡这家伙恶意迟到 严重不听从组织纪律 风鲤都不打算让他上场的了 好搓搓莫凡这家伙的锐气 免得莫凡太过目中无人 可在听到西班牙这位班牙王子 那番言语后 风鲤觉得 有必要把莫凡这条疯狗 给放出去了 莫凡 既然班牙王子点名道姓的 要和你做个了结 那你就上去 会会他们的那些 所谓的皇家学员吧 风鲤导师说道 莫凡撇开了笑容 这班牙王子 还真以为自己怕他了 导师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尽量让我们队伍 不会输得太难看 莫凡说道 哦 哦 你尽力就行 我们也不会怪你 风鲤见莫凡装了起来 不自觉地 也跟着莫凡这调调走了 那谁 我想得自己一点激发 外面 不是已经开盘了吗 帮我压个两亿 我压我们能赢 莫凡随意地朝着 赵满言那边喊了一声 两亿 你有那么多 哦 哦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激励方式啊 要是输了 两亿可就没了 不过 就冲着你这胆识 行 我给你压个两亿 赵满言说道 班波王子 我听闻你们王室 是掌控着这地中海 到大西洋的 所有绝大多数海上贸易的 那也算是财大其促的王室啊 你难道不要给你的队员们 增加点彩头什么的 莫凡问道 两亿 有点 有点 这样吧 我压个一亿就好了 我手头上流动资金 也不是很多 可嗨嗨 班波王子 嘴角那么的一抽 脸上 其实是露出了不舍之色 说实话 一亿这数目 相当夸张的了 即便是高阶法师 也没有谁敢针就 致出一亿来作为独裁 可班波王子 见莫凡这样故意挑衅 要是自己退去了 之前那番话 岂不是都白说了 压个一半 班波 王子其实也不知道 莫凡是什么来路 但他知道 赵满言 中国赵氏 那财力 一点也不逊色于 他们西班牙王室 一亿是心痛 不过 国际是有世界学府之争的 合法独裁的 会按照两边国家 赌金数目 来进行计算赔率 班波王子记得 现在的赔率 大概是三比一 也就是说 假如西班牙这边赢了 那么就是中国这边的 支持金额池的那一份 平均分给三倍数目的 西班牙支持者 等于西班牙赢了 头一亿 大概赚个三千多万吧 可如果是中国这边赢了 就等于直接获得三倍赔金 这东西 跟赌球差不多 本身世界学府之争 也就是一场巨大的 资金池的搅动 国际上已经有 合理的赌赛系统 比率是按照 大家的投钱金额 来调配的 公平得很 所以往往黑马获胜 那投黑马钱的 那些人会大赚 而那些原本 跟风赚小钱的人 就得亏本 说实话 莫凡手上 其实一毛钱都没有 他七拼八凑 弄出来的八亿 已经被阿沙瑞亚那个翘 屯女人 给全部夺走了 他跟赵满言那么一喊 就是喊着玩的 赵满言也算是聪明 没有当场说穿 自己是一个穷光蛋 而是马上配合自己演戏 然后一起 坑这个斑驳王子 可惜 这个斑驳王子人 虽然很目中无人 狂妄自大 倒也不是完全的傻叉 直接跟自己两意下去 能坑一意是一意了 好 一意就一意吧 看来你对自己 西班牙队伍的信心 其实就是嘴上 那么一说罢了 你挑衅也挑衅够了 还待在这里 干什么 回你自己的场地去 别在这里 让我看得爱眼 莫凡说道 斑驳王子脸色铁青 说实话 他是真不能一口气 拿出一意 在这种独裁上败 王氏的钱 也不是捡来的 看着斑驳离开 莫凡 不由一阵好笑 这斑驳王子 其实还是挺没脑子的 自己说头两意 他竟然真信了 正趁着比赛 还没有开始 钱差人往猜赛中心那么跑 莫凡 你玩得是不是 有点太大了 钱来之不易啊 怎么可以用来这样 赌气 导师松和不由地说道 导师 我就是逗他玩的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莫凡说道 哦 原来你是随口说说的呀 不过 我怎么看到赵满言 已经往猜赛中心去了 松和说道 莫凡愣了那么一下 立刻转过头去 猛然间发现 赵满言竟然真的不见了 卧槽 粗大事了 选手们请就位 就在莫凡打算 飞速去阻拦的时候 主裁判的声音号 适不适的响了起来 主裁判一失忆 选手是必须 立刻到赛台上的 莫凡本来还打算 去追赵满言 结果生生的 被风离这货给提了上去 江玉 赶紧给我拦下那傻 逼呀 老子手上没钱的 莫凡一声哭嚎 我靠 你怎么不早说 我以为你真疯了 要赌那么多钱 你别废话 快去 好像来不及了 你看赔率比 我们中国这边 跳了一个大的小数点 江玉说道 莫凡抬起头往 大赔率荧幕上看去 还真是 赔率比变化了 虽然这是全球猜赛 其金额总数是相当惊人的 可两亿也是大数目 真的跳了小数点 小数点是那么跳了一下 可莫凡的心脏 就跳个没完要爆炸了 猪吗 赵满言是猪吗 想他大莫凡一声 都在坑别人 却未想到 会被这头猪给坑了 两个亿 真敢吓得去手 要是输了 直接玩完 第1063章 水下巨旋 可听好了 把那家伙打个半身不随就行了 多得不要 免得某些有心之人故意说 我是非 斑驳王子 低声对西班牙选手 弗朗说道 弗朗虽然是生长在西班牙王室 是杨子 往常看上去 弗朗和斑驳王子宛如兄弟一般 很多人却都知道 弗朗只不过是对斑驳为命是从 哪怕一些阴暗的勾当 实力出众的弗朗 也都会替他去办 您放心 我是不会对这种人手下留情的 弗朗一本真经地说道 选手们都已经在准备去就位了 就等主裁判的示意 场地周围的看台都比较特殊 大部分都是由一根柱子 拔地而起支撑的平台 高低不一地分布在 龙牙魔法斗场的周围 于是人们的呼声也听上去此起彼伏 原本大家都认为 这场比赛是土系的魔法师 将占据比较大的优势 毕竟随处可见的那些阎峰 怎么看都是对土系比较有利 可就在赛事即将开始的时候 威尼斯赛方却忽然做出了一个举动 让整个龙牙魔法斗场变得更加震撼 一共十位水系魔法师 他们站在了龙牙魔法斗场的结界边缘 他们同时施展出了暴浪魔法 将狂澜疯狂地灌入到这比赛斗场之中 一时间就宛如有石道瀑布在整个斗场的边缘倾斜 那壮观的画面令人们更是无比惊叹 水位从一开始地没过 渐渐地开始升高 许多基米高度的石峰都彻底地被淹没过去了 水还在上涨 没过多久 一个原本是由阎峰组成的龙牙比赛斗场 赫然化作一片湖泊 选手们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 唯有那些突怂起来的阎峰 这下大事不妙了 莫凡眉头都快要拧在一起了 要是正常的陆地赛场 莫凡倒是有很大的信心可以击垮西班牙的队伍 想来西班牙之后还有更强的对手要面对 不会倾囊而出 可偏偏赛场发生了一次大逆袭 直接变成了胡言战场 得亏是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落地点可以活动 要是全是水 莫凡这个汉鸭子可就真的黑了 这变成水战场了 莫凡不是很擅长水战 局势才刚开就有些不利啊 江玉说道 何止是战场环境不利 他的队友也对他不利 那确实是 一个祖籍名 南荣尼都是和莫凡有仇的 就看南爵怎么调和这个比赛矛盾了 别忘了 还有个赵满言 虽然他没有上场 不过也是给莫凡当头一棒 主裁判 适宜 选手进场 威尼斯水都 赛事都是团体战 标准的 十人对抗 中国国府这边上场的五个人 分别是莫凡 南爵 蒋绍旭 南荣尼 祖籍名 用之前队员们的话 来形容配置的话 那就是四个辅助一个炮台 莫凡也不知道 封林那老头究竟是如何搭配的 本身难决 蒋绍旭 这两人就属于进攻性不是很强的法师 再加上祖籍名和南荣尼这两个人 简直是全队的毁灭魔法 都压在了莫凡一个人的身上 而西班牙那边 也不知道为什么 莫凡总觉得 他们会占了大便宜 在整个龙牙斗场 被灌入了变成湖泊的时候 他们脸上似乎带着若有若无的笑容 西班牙是海国 他们法师里面应该也有不少都是擅长水系的 即便不是水系法师 也懂得怎么了 利用水来战斗 我们庆幸算不上乐观 男爵开口说道 全力以赴就好了 蒋绍旭说道 莫凡 你看到那个蓝色卷头发的人了吗 男爵说道 看到了 怎么了 莫凡问道 那说福老 西班牙王室中实力最强的一个 他听命斑驳王子的 所以你自己多留意一下 那家伙 好 主裁判一声高宣 这场中国与西班牙的魔法之争 也算是正式开始了 西班牙那边 果然都是比较熟悉水系的 应该至少有三个人都修了水系 如此茫茫的一壶水 可以令他们的水系魔法 更加碎心应手 耸立的阎峰 可算是莫凡唯一的欣慰了 可西班牙这些人 也是分外阴险 他们似乎断定 中国队伍这边 修炼水系魔法的人并不多 于是一开始就搅动风云 卷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滔滔之浪 尽可能多地摧毁掉 整个龙牙湖坡斗场中的阎峰 看到可以让自己落脚的阎峰 正在倒塌断裂 正沉入到湖水里 男爵立刻就有些焦急了起来 他们这个队伍核心 可以说是莫凡了 要是莫凡这个汉鸭子 没有落脚之地 这局比赛就等于是输了 不能让他们这样摧毁龙牙石 阻止他们 男爵高声说道 怎么阻止 他们又不是攻击我们 而是攻击那些石头 这都能阻止的话 祖基明说道 这般孙子 不给我留活络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莫凡也是气恼 眼下自己有两亿的负债在身 胸中悲愤之鱼 也燃起了无可奈何的斗志 见西班牙这些家伙玩鹰的 索性 直接衔接起了心鬼 将心描成一幅幅的心图 组成璀璨的星座来 他们喜欢打石头 莫凡就轰死他们 天焰葬礼 莫凡真是一言不合 便大打出手 凝聚出的火焰云团 飞升到更高的空中 迅速地变做了 急风骤雨一般的火堤 灌溉在西班牙那五人所在的区域 烈火在水平面上都燃烧了起来 连成了一片壮丽的红色火海 在这烈焰的焚烧下 西班牙人自然 不可能再有心思去对付龙牙石 只见浪潮一个接着一个 暴雨也随之分落 正将莫凡造成的火场给熄灭 他们好像少掉了一个人 蒋少旭说道 莫凡目光扫射过去 的确这一个回合的交锋之中 西班牙队伍里 少了一名法师 不用猜也知道 那家伙肯定是一个水下高手 此刻 正在下方这茫茫的湖水里 也许就在翘无声息地 靠近他们这里 男爵将耳朵 微微往下侧了一些 开始专注地聆听了起来 忽然 男爵脸色微微一变 急忙说道 下面有暗潮 快准备防御 就在 男爵提醒 没多久 下方的水流 变得异常了起来 先是从比较深的水 开始搅动 渐渐地带动了水面上这一层 没过多久 一个水下漩涡 便印了出来 看上去 就像是有一只湖中巨兽 正张开那深渊之口 蛇伏在他们五个人的下方 潮水搅动得越来越剧烈 一些较为脆弱的龙牙石 也纷纷断裂 被隆到了激流当中 莫凡目光往下追去 模糊中 见到了整个漩涡激流中心 有一个人影 他舞动着双手在水下作乱 很显然 这并非是一个大漩涡那么简单 而是水之吞噬 整个水之身口 还在慢慢地往上升 将他们五个人全部吞咽进去 他们应该是 想要打散我们 不能让他们得逞 蒋少旭说道 你们想办法 我的魔法起不到作用 祖吉明说道 男爵此时已经闭紧了双眼 他的短发在涌上来的狂风 河水雾中变得灵弯 一股强烈的音波呼地 往翻动旋转的水浪中 穿透过去 魔鹰带着空间的振战 与那湍急的漩涡 撞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看到 整个水之漩涡 出现了诡异的扭曲 紧接着 磅礴的水旋崩散 就看到满天的水花 溅了起来 扑打到几十米的高度 鹰颤不单单是 击垮了湍急漩涡 更是穿到了 藏在水下的 西班牙潜水法师那里 嗡嗡嗡的响声 在那名潜水法师耳边响起 震得他目眩耳鸣 那潜水法师 难以忍受 男爵的鹰细魔法的攻击 立刻开始逃窜 不敢继续在下方作冠 男爵却没有打算放过他 他的手指猛的一弹 鹰弦隔着厚厚的水层飞弹而出 呈现一条狭长之痕 拍击到了水的深处 水下出现了 如鞭一样的抽打痕迹 男爵双手同弹 就看见一道道狂咸 杀射入到水中 那湖水 感觉都要被鞭策烂开了一般 水花狂剑 鹰弦乱舞 连续地在水下 对西班牙的潜水者进行攻击 那名潜水者 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们队伍里 有这样的鹰细高手 水对鹰细魔法 基本上无法造成半点的阻拦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的身上 好不容易逃窜出了这十指 连弹的鹰弦乱杀之中 西班牙的这名 潜水者身上的铠魔具 都已经不成样了 竟然是鹰细法师 弗朗半眯起眼来 凝视着远处的男爵 他们欧洲鹰细法师 算是比较稀少的 事实上 在哪个国家鹰细法师 都不怎么常见 若不是班波王子 有特意指名道姓地 交代自己该对付的人 弗朗倒是想去会一会 那名罕见的鹰细法师 你继续潜到水里 别再那么 贸然地发动进攻了 等我们给你创造 更好的进攻机会 弗朗对那名潜水者说道 那名鹰细法师不处理 我根本不敢轻易呆水里 潜水者一脸无奈地说道 放心 他在这个场地待不了多久 弗朗脸上露出了笑容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这是要开始施展 拿手绝活了 第1064章 火与火 高下立判 呼 宝石蓝色的羽翼 豁然打开 些许高贵的绒毛 在这一阵下 也纷飞了起来 那些细细的绒毛 并没有飘落下 而是像是被某种力量 给牢牢抓住了 宛如尘埃 盘绕在星辰附近 形成了一个 熔鱼组成的绕带 让这整双 完全由 宝石蓝羽毛组成的翅膀 看上去更加的优雅出众 翅膀重重一挥 弗朗整个人如一把箭矢 窜上了高空中 一直飞到了近百米的高度 使得全场的观看者们 都需要仰起头来 才可以看到他的鹰姿 镜头里 弗朗这阵翅高飞 背后宝石蓝羽衬托 再搭配上 他那高鼻梁 鹰气逼人的容貌 顿时场内外的年轻姑娘们 都发出了震震浪 叫 崇拜热切的目光 聚集在了弗朗的身上 弗朗高高地俯瞰下去 眼如鹰损 锁定着施展出了 鹰系魔法的男爵 俯冲而下 气流呈现螺旋线条 伴随在速度极快的 弗朗的周身 弗朗的身体 在俯冲的过程中 也好像与空气产生了 剧烈的摩擦 竟然有蓝色的烈焰 冲起 绚丽的宛如蓝色的陨石 正垂机大地 也是火系的 莫凡有些意外 抬着头看着浮浪 云火越来越近 在高空中的时候 还没觉得什么 等快要坠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才知道 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火雨 带给人一种窒息的气场 我来 莫凡知道这是自己的对手 索性也不做任何的 闪躲 炎 莫凡高喊一声 全身火焰气场 豁然炸开 烟红的煤炎 冲飞而起的火柱 跟我来硬的 真是找死 莫凡冷哼一声 脚重重的一踏 莫凡采起了 一大圈结岩火木 这些火木 分化成树枝不进的火雨 飘舞着 在莫凡的背后 凝聚成了一对 夸张喷火的火雨衣 飞翼冲天 莫凡这翅膀严格来说 就不是用来震翅而飞的 哪怕是升空 那也完全依靠 每一片火雨爆破的冲击力 可就是这种冲击力 便感觉莫凡冲天起的过程 如同火箭炮那般 充满了爆炸力 与那些浮风而上的 完全不是一个类别 烈火裹身 莫凡全身也剧烈地燃烧了起来 通红的火焰 与蓝色的火雨越来越近 最后更是在三十多米左右的高度 狠狠地相撞在一起 红色的能量来自于莫凡 结岩与眉岩的融合 即便是后面凝聚起来的气势上 却一点都不逊色于 浮浪的蓝色火雨 两股不同颜色的 火焰状的天空一片炙热 火星乱射 火蛇狂舞 莫凡以飞翼拳与浮浪相抗 浮浪则是利用全身包裹的烈焰相撞 爆破开的火智能色彩 基本上混合在来 一起 好暴力的选手 赛场里 已经有很多老法师 都不由地瞪起了眼睛来 法师很少有硬碰硬这一说 毕竟大家都是弱体制的 没有人会拿自己身体 和磅礴凶猛的魔法能量过不去 这是对自己力量自信到极点 才会这样回击啊 两种火焰太混乱了 看不清是谁占了上风 好像有人飞出来了 蓝色火团里 浮浪终于承受不住 莫凡那庞大的冲击力 整个人倾斜的飞锥 砸入到了那一大片湖水场地里 莫凡在控制滞留不了太久 身体也在坠落 只是他明显是自己落地的 看上去并没有浮浪那么狼狈 鲜于火凤 莫凡的飞翼云拳 可是还有后招的 在滑落的过程中 莫凡背后的火焰羽毛全部散开 追逐着坠飞的浮浪而去 羽毛聚集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更是组成了一只烈焰澎湃的火凤 斩翅而想 气势汹汹地撞向了浮浪 浮浪人都傻了 看到鲜于火凤袭来 哪里还敢有半点松懈 急急忙忙呼唤出了盾模具来的 轰隆隆隆 火雨爆破开 产生的冲击波将湖水都蒸干了 弗朗原本还勉强能够落在龙牙岩石上 被这火凤一番烈焰席卷 整个人又在热浪中飘摇 还好他呼唤出的盾模具 也不是反品 阻挡下了不少火凤的能量 不然这才一个照面 弗朗就有被打下场的可能 好霸道的火系法师 首席法师旁来 不由得眼睛一亮 莫凡后手相搏 占据了上风不说 竟然还有二段魔法 火雨火凤袭去 两名火系法师高下立判 旁来这是第一次 见到莫凡战斗 心中也是波澜不已 未想到国府队里 有如此出色的火法师 火系之间的较量 看的就是谁更凶猛 莫凡和弗朗 完全是两颗燃烧的陨石 相撞在了一起 但破碎的 自然是弗朗那边 西班牙席位那边 特别支持弗朗的那些人 脸色都沉了 弗朗好歹是号称 西班牙最出色的火系皇家 学员之一 怎么一下子 就被人给打到水里去了 难不成名头 都是西班牙王室自己吹出来的 已经有人忍不住质疑了起来 宝石兰的一模具 炫酷的荣誉 环绕 又引燃全场的蓝色云火 狂喜 弗朗这出手的气势 直接让赛场卷起了小高潮 哪知道这一系列排场中 看不中用啊 被别人中国那位选手 一拳打飞不说 还被轰炸个狼狈不堪 之前那些尖叫欢呼的姑娘们 这回一个个就跟被黑黑黑 刚来感觉却没有厚文的欲 女 别提心情有多糟糕了 一只浅浅颜色的 精灵蝶盘旋在水面上 随着弗朗刚刚从水里爬出来 这精灵蝶立刻飞落到 他身上的那些灼伤伤口处 为他治愈 弗朗看了一眼 离自己有一小段距离的 队员佩丽丝 脸上别提有多尴尬了 佩丽丝是弗朗喜欢的女孩 也是队伍里的治愈系法师 弗朗本来还想大显身手 结果却是这般狼狈样子 弗朗 蝶轻敌 佩丽丝表现得比较镇定 嘱咐了弗朗一句 弗朗点了点头 目光死死地盯着莫凡 弗朗此刻有些恼怒之余 心里其实还带着很深的疑惑 自己的蓝火 分明是魂集火种 即便是没有领域的 火系威力 也要比灵种强了 不知多少啊 对方身上的火焰 分明就是灵种之焰 凭什么他可以与自己这样硬碰硬 还占据绝对的上风 难不成火焰眼 可以伪装的 弗朗当然不会知道 莫凡的火焰真正威力 并非来自于煤炎 而是小炎姬 那霸道无比的结炎 结炎藏于煤炎之中 即便是能够看到两种色彩 若非好眼力的法师特意鉴别 还真无法察觉 莫凡烈焰强势的真正傲义 斑驳王子 你可是竖了一个强敌啊 康帝的声音缓缓地传了出来 只是第一回合的交锋 弗朗可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脆弱 康帝老师 弗朗还没有拿出自己真正的实力呢 斑驳王子显得比较镇定 弗朗的实力斑驳最清楚 火系又不是弗朗最强的一系 等等 还会要那家伙好看 我最近对个学府选手 也比较感兴趣 我刚得了一份 有关于那名中国选手的小资料 上面说 他是一个拥有极强天生天赋的选手 康帝面带微笑地说道 天生天赋又不是他有 我们弗朗一样 拥有强大至极的天生天赋 坐在一旁的一名少女 撅着嘴不满地说道 这位少女是斑驳的妹妹 也不愧是亲兄妹 脸上都带着如出一辙的骄傲男训 康帝老师 斑驳王子刚要说话 赛场中 忽然间卷起了一阵哗然之声 斑驳急忙以为是弗朗 要动用天生天赋了 谁知道 大家惊呼的并非是弗朗 而是那个全身都爆炸 开了炙热狂烟的家伙 此时 那名中国选手 不单单是直接化身 为了一个烈焰狂魔 周身更是 伴随着褐色与烟红的烈火气场 那气势之强 让下方的海水不断地气化 水平面都下降了许多 他身上有非常稀有的火之精灵 所以即便他只是灵种之火 一样可以以压倒性优势 击垮浮浪 康帝倒是独具慧眼 立刻看出了 莫凡火焰强势的玄妙 哼 他赢不了的 斑驳王子冷声道 莫凡没有在掩藏什么 西班牙 其他选手 依然在破坏着龙牙石 这样下去 他能够活动的范围 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乘着这回的优势 要想获胜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就直接让小炎姬附体 把结炎之力彻底释放给自己 结炎真正的威力席卷 便立刻撼动了赛场 火之精灵本身就是 比较罕见的生物 更不用说是炎姬这种 可以彻底附体的天火之女 随着莫凡施展出 最强的火之状态 无数火系法师更是艳羡至极 然而 要像莫凡这样 全身都被火包裹 随心所欲地操控着烈焰 条件其实是相当苛刻的 先不说炎姬这种特殊生灵 已经世界独绝 即便是有 也需要该火系法师 拥有召唤系之力 没有几乎灵魂相容的契约 附体时间过长 就会将法师灵魂给烧成灰烬 能够做到像莫凡这样 完全掌控炎姬之力的人 全世界已经找不出几个了 所以莫凡施展出来 自然引起不小的轰动 第1065章 天艳全雨 弗朗蓝宝石羽翼再一次展开 迅速地飞翔到了 最高的龙牙石上面 莫凡也不甘示弱 踩着那些高低不一的龙牙石 逐渐接近了那几根最高的龙牙石 正是要和这弗朗一较高下 不是斑驳王子特意交代 要好好地修理我 让我在这数亿人的目光下 丢尽颜面 为什么你这么畏畏缩缩的 莫凡言语带着几分 挑衅意味地道 弗朗目光一冷 用手指着莫凡道 你不要太得意 即便你有什么奇怪的能力 但在我的天生天赋面前 算不得什么 哦 你有什么天生天赋 就尽管使出来 我好久都没有遇到 能跟我打上十几个回合的对手了 但愿你这个特意来阻击我的家伙 别太让我失望 莫凡勾起了笑容 不要太狂妄 弗朗带着几分恼怒道 狂妄又怎么样 我先把你打个半身不随 向你们的破王子略表敬意 莫凡身上的烈焰变得更盛 拳头与空气产生了剧烈的摩擦 猎拳飞出 直击弗朗所在的最高龙牙石 弗朗身上忽然有一光闪耀 蓝色的火焰聚集在他的拳头位置 那异光也伴随其中 同样的火之拳 蓝色冲开的扇形火焰俱拳 气势上竟然比莫凡的还要强盛了许多 一下子将莫凡的火焰能量给吞噬了 蓝色火拳飞来 莫凡敏地跳跃到了另外一柱龙牙石上 他回头看了一眼粉碎的龙牙石 脸上露出了诧异之色 你不是很狂吗 这次敢不敢与我再硬碰硬一次 弗朗身上那奇怪的异光又亮了起来 天焰葬礼之火座在逐渐凝聚 弗朗并没有将天焰葬礼化作漫天咒语洒落 而是凝聚在了他的右手手腕上 看到对方将天焰葬礼凝聚拳上 莫凡索性也不退 让自己周身飞舞的火蛇全部收纳到手腕之中 天焰拳雨 弗朗大喊一声 诡异的异光与蓝色之火交织在一起 火拳飞袭 更是变做了密密麻麻的拳焰之舞 又如四狂的火拳 咒语 呼啸地往莫凡这里打来 泉如雨 雁成木 弗朗这将天焰葬礼与猎拳结合在一起的魔法技能 一下子震惊了赛场 人们瞪大眼睛望着一个个火拳 纷纷砸落 壮观又充满可怕的毁灭气息 莫凡抬起头 发现自己已经被火焰泉雨给包围了 闪躲是毫无意义 这家伙的天生天赋 莫非就是融合 莫凡心中也是诧异 把天焰葬礼和猎拳结合在一起 这可不是正常火系法师可以做到的 有着非常严明的等级制度 掌控力相当强的火系法师 也不一定可以完成这种高难度的融合 而不得不说 这种天焰泉雨的气势 实在比天焰葬礼强太多了 就好像雨水再怎么打击地面 也不过发起沙沙沙的响声 而无数的拳头分落 足以让地面变得千疮百孔 每一个火拳都具有很强的毁灭力 如暴雨一般的这些火拳落下来 其杀伤力就更恐怖了 全狂万的轰击 莫凡都还来不及出招 就被这些火焰拳头卷起的烟溪给吞没了 轰轰轰轰 水面不断地蒸发 龙牙石成群成群粉碎 火溪肆意席卷 弗朗这一击可谓彻底撼动了赛场 人们更是看得目瞪口呆 这种滋味可不好受吧 斑驳王子笑了起来 大有大仇得到的快感 康帝看得有些出神 细细思考着 这种魔法是如何实现的 康帝老师 这回您不会觉得 弗朗敌不过那小子了吧 斑驳王子得意地说道 火精灵一般都具备着很强的火焰抗性 我想那人未必就到了不可还击的程度 康帝说道 有抗性又如何 这种程度的攻击 即便是两三个水滑天幕 也抵挡不下来 斑驳不以为然地道 康帝刚要说话 目光正好注意到 那片被天焰泉雨洗礼的位置 一个桀骜之影 注立在一颗完好无损的龙牙石上 周围是不断上升的水蒸汽 那人周身依旧燃烧着褐色与烟红交织的火焰 康帝仔细看去发现 此人除了身上有几处烫伤之外 似乎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狼狈不堪 天焰泉雨这种威力的魔法 毁灭性足以摧毁一个队伍 要直接击垮一名国府成员也是正常的 可那人就站在那里 竟然只受了一些轻伤的样子 这家伙的火焰抗性 康帝脸上也渐渐地露出了诧异之色 如此强度的打击 对方却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哦 他难道连楷模具都没有呼唤出来吗 这家伙身体是火珠的吗 这都没有事 斑驳王子和弗狼脸上得意的笑容 已经荡然无存了 尤其是弗狼 他对自己天焰泉雨的威力最清楚 这已经算是他毁灭性最高的技能了 一些穿着昂贵魔铠的人 都会被自己轰得面目全非 这家伙怎么可能都没有事的一样 这就是你的全部能耐了吗 莫凡目光带着极强的侵略性 前不久才吸取的烈焰气场 在此刻一下子涌了起来 火焰巨舞 竟然比之前更加强势几分 莫凡这副身体 本身就比正常人雄壮了不知多少 恶魔戏这好歹也是一个魔法戏 让莫凡即便用身体硬抗一些技能 也未必会有生命危险 哪怕抛开 恶魔戏不说 炎姬附体又不是摆设 在一个天火锤面前使用火 那是斑门弄斧 炎姬少女的火焰抗性高得夸张 一个高阶级的火系魔法 打在她身上根本就是隔靴饶养 炎姬少女就帮莫凡吸纳了大部分的火焰伤害 剩下的莫凡连躲都懒得躲了 完全是恶魔系体质承受范围 你的火我已经尝过了 该让你尝尝我的胶拳 莫凡大喝一声 势如千军万马奔涌而出 随着莫凡那蓄积已久的右拳狠狠地挥动 炙热之焰顿时引燃了这赛场上半部分区域 一条充满视觉冲击的火焰蛟龙飞扑而出 呼啸声便如同她的咆哮 火焰狂娇肆虐而过 生生地将弗狼给冲飞了起来 弗狼宛如被红色的蛟龙给咬着 若没有一身昂贵的楷魔剧宝身 肉身会在刹那间化为灰烬 楷魔剧外城已经燃烧了起来 炙热隔着铠甲烧到了弗狼的身体上 弗狼修火系也有火焰抗性 可和莫凡那种变态比起来 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她又没有火之精灵附体 火焦倾斜得飞上更高的空中 在上百米的高度上轰然爆开 火星狂射 火蛇飞舞 弗狼身上的铠甲被炸得稀烂 化成碎片从高处跌落下来 快救他 不然他出局了 西班牙的那位潜水者见到情况不妙 立刻大喊了一声 佩丽丝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他化起了治愈系的星座 一点点星芒在弗狼的周身附近出现 这些星芒几乎与治愈系法师佩丽丝身上的星座滑光同步的 这是高阶治愈系魔法 那些星芒将组成一个宝瓶星芒座 守护在伤者的身上 同时大幅度的治愈伤者身上的重伤之处 一般而言 重伤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比较多的魔能才可以渐渐的康复 包括身体内的骨骼 内脏 血管 这些伤势 靠治愈精灵蝶 是很难做到的 可宝瓶星芒座 却可以 内脏的破损都可以短时间内完全恢复 别让他治疗 男爵急急忙忙喊道 好不容易靠莫凡与弗狼之间的一对一较量 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对方治愈系法师这个宝瓶座 将会让这建立的优势荡然无存 有我在呢 蒋绍旭目光忽然间聚焦 锁定了西班牙的那位女治愈系法师佩利斯 心念如电 以迅雷之势 划过 传递到那名女治愈系法师佩利斯的精神力 她的治愈系星座已经描划了三分之二了 蒋绍旭出手也 恰到好处 即能够打断她的星座构架 又可以让她损耗掉一个高阶魔法索序的魔能 心强 就在蒋绍旭要成功击断时 西班牙队伍里 另外一名男子反应更是神速 立刻在佩利斯心灵里 树立起了一道心灵防御之墙 将蒋绍旭的心灵之机阻隔在外 不好 他们也有心灵系法师 蒋绍旭脸色一变 宝瓶即将形成 灰蓝色绚丽的光辉 组成了一个神圣的庇佑 渐渐地将弗朗给保护了进去 莫凡看到那蓝色的光辉 冷哼了一声 目光有银色的迥异光辉在闪 还想治愈 给老子过来 莫凡虚空一找 隔着一百多米的距离 将即将落地的弗朗 给牢牢地抓住 宝瓶几乎要完全构架成的那一刻 莫凡重重地一扯 将弗朗狠狠地甩了出去 砸向了更远处的一颗厚重龙牙石石峰上 治愈宝瓶座 是有施法距离的 一旦出了这个距离 自然不可能守护到 莫凡自己 就有一个治愈高手妹妹 哪里会 不知道高阶治愈系魔法的利弊 这一隔空拍苍蝇 使得治愈宝瓶座 滞留在最远端 却无法再追随受伤的弗朗了 第1066章 浩劫水笑 莫凡这一手是真的硬 连对方那位治愈系法师佩丽丝 都愣了好半天 莫凡其实早就有所准备了 在之前佩丽丝 使用治愈精灵蝶的时候 莫凡就意识到 若是不多留一手的话 自己的进攻 很可能在对方的治愈下 直接化为乌有 弗朗本来就被莫凡的火焦狂拳给重创 又被莫凡利用空间系的魔法 来了个后击 整个人已经七晕八速的了 身体漂浮在水上 一时半会都没法爬起来 裁判们见到这一幕后 不免开始犹豫了起来 别动他 他没有事 他还可以战斗 斑驳 王子在这个时候大叫了起来 魔法决斗 没有在国际盛行很大的原因 也是伤亡的问题 出手稍有闪失 就会有性命之忧 而世界学府之争的防护措施和保护措施 是做得相当极致的 全城会有修为极高的法师 在场边缘盯着 一旦发现选手有生命危险 便会立即出手 裁判出手 便意味着此人出局 哪怕判断有误一样 是当做出局处理 同样的 若是裁判判定 此人失去了战斗力 并且治愈系法师 很难在阶下去照顾到他 裁判也会现身 将此人给带下场地 因此 斑驳王子才会忍不住叫出声来 在中国休息区那些傲慢和自大 就得全部化成重重的耳光 火辣辣地打在他的脸颊上 莫凡 那个潜水者在往浮朗靠近 他想把浮朗救走 男爵的声音传了过来 目光将注意力放在了水下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番 还真发现水下有异常的波动 看来那位潜水者就在下面了 还想救走 莫凡笑了起来 隔空取悟 直接用意念将快要昏迷过去的浮朗 给从水里抓了起来 那潜水者就差那么一点点 便可以从水下将浮朗给带走 只要带回到队伍身边 这种伤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恢复 哪知道对方反应这么快 裁判 接好 莫凡也不下过重的手 本身自己和这浮朗又没有什么仇怨 将他打成这副模样 已经是狠给斑驳王子难堪了 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 裁判们自然不可能在那里看着了 可以说 只要莫凡稍稍在空间意念上施加一点力量 这浮朗就有生命危险 两位助理裁判迅速出现 将弗朗给抬下了龙牙斗场 一名选手下场 不同的声音在高度不一的观望席上响起了 西班牙皇家法师弗朗 在欧洲可是小有名气的 假如他是在团体战中被人群攻导致失败 大家还觉得情有可原 可像现在这样单对单的拼搏中落败 让许多人都难以接受 尤其是西班牙国家的观众们 赛场内的 通过直播画面所看到的 心碎了一地 唉 你应该战前做更多的准备 我的资料上表明 这个叫做莫凡的选手 康蒂老师轻叹了口气 终究觉得斑驳王子在这件事情上 处理得太过草率了 就他 这个粗鲁的野蛮人 斑驳王子也愣住了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连扶朗都不是他的对手 话说起来 这一届的中国队伍 似乎有些过于强盛了呀 那位强势的空间系法师 那个击垮日本队伍的兵系女法师 再加上今天这位活法师 他们在战场上都有压倒性的实力 一名比较理性的西班牙王室成员 开口说道 你们为什么一个个如此悲观 弗朗蛇了 但并不代表我们就输了比赛 别忘了这个场地 可是我们的大优势 难道你们没发现 皮诺尔一直默默无声吗 我想 弗朗已经为他争取了足够多的时间 西班牙国府导师 却是表现得异常的淡定 龙龙龙龙龙 震动声莫名地 在整个龙牙斗场中 响起 湖水变得躁动不安 感觉在水下 出现了一场非常可怕的地震 连那些龙牙石柱 都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浩劫水笑 西班牙队伍里 那个安静的 几乎没有一点存在感的男子 忽然间发难 那一声高呼 竟然让所有的湖水 都出现了惊人的翻滚 滔滔之浪 一层又一层 翻卷到更高的天空 那些坐在阶梯席位上的人们 见到浪潮如猛兽一样扑来 一个个惊得往后逃窜 等到这些强猛的水 拍击在了结界上停歇下来后 他们才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水势强盗 令躲在结界外的人都惶惶不安 可见在龙牙斗场里 又是怎样一副害人之景 浩劫水笑 我的天 这不是抄街魔法吗 祖吉鸣巷头被宰的猪 发出了尖锐的嘶吼声 西班牙队伍里 怎么可能有抄街 法师 我们完了 浩劫水笑翻腾起的水 已经到了高空 宛如一座拔地而起的 蓝色山栏天折 心脏都要在这种压迫力下破碎了 莫凡站在龙牙风上面 看着天荒水笑一点一点的逼近 瓢泼的水雾打湿了全身 视线所望之处 全是暴躁的海水 而且无法看清整个水笑的全貌 不可能 那家伙绝对不可能是抄街法师 莫凡内心震撼之余 却坚定地这样认为 在古都的时候 莫凡是亲眼目睹过一个真正的浩劫水笑 那将数千只亡灵直接吞没的气势 与如今在龙牙斗场的这浩劫水笑有着巨大的差异 可是魔法形态来判断 这分明是一个抄街水系之法 威力 迎着这场浩劫水笑 莫凡在那份压迫中 终于发现了不同之处 若是真正的抄街水系之力 此刻站在如此近的位置 莫凡已然被打得骨骼尽碎了 怎么可能还能像现在这样安然无恙 总之 莫凡是怎么都不会相信这种世界学府之争中 会跳出一个抄街法师来 对方能够施展出 类似于抄街魔法的技能 里面就一定有什么玄机 轰轰轰轰 浩劫水笑震耳欲聋 那些脆弱的龙牙石禁术锻炼 随着汹涌无比的天浪一起翻滚着 水笑吞没了大半个斗场 更将中国国府队伍的五个人 也全部给吞没了进去 暴躁的水浪在斗场内翻滚着 即便拍打到了最边缘的结界 仍旧没有停歇的意思 斗场内 只有水 夸张地如同一片汪洋中的海水倾倒下来 中国国府人员 已经不知被拍打到了哪里 根本瞧不见他们渺小的身影 不知过了多久 浩劫水笑之潮 在渐渐地平息 斗场内一片狼藉 所有的龙牙石峰全部被摧毁 整个斗场水位也上升了十来米高 这 这怎么可能 赵满言已经彻底地呆住了 超阶法师 西班牙队伍里竟然存在超阶法师 网界的世界学府之争里 高阶就是最强的修为了 从没有出现过超阶的呀 甚至高阶第二级 第三级都没怎么出现 为什么就这样平白无故地 跳出了一个超阶法师来 那家伙不是超阶法师 虽然他施展的技能 气势 都与一个超阶水系魔法非常接近 但若真是超阶之法 这个龙牙斗场 包括结界在内 都会被彻底摧毁 他的威力远不如超阶魔法 赛场下 风里导师 以相当肯定的口吻说道 可是即便不是超阶的全部威力 这家伙 为什么可以运用超阶魔法 其他人也大感惊骇 高阶修为 施展超阶之力 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而且 人们之前的注意力 全部都在强势的弗朗身上 哪知道那个默默无闻的皮诺尔 这般震惊 不出手 则已 一出手 几乎令中国国府队伍全军覆没 难道这才是西班牙国府队伍的王牌 我想 这多半和他的 天生天赋有关 他施法之后 身体轻盈 脸色发白 看来他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风里目光犀利地说道 谁有这天生天赋 不是天下无敌了吗 场地呢 中国国府人员 都已经有些不知去向了 多半是伴随着那可怕的海啸 被深深地拍入到了水底深处 中国选手蒋少旭 失去比赛资格 中国选手祖吉明 失去比赛资格 两名助理裁判的声音同时响起 便看见浑身湿漉漉的蒋少旭和祖吉明 分别被从水里给捞了出来 被救到了场地之外 开始救治 两人在这浩劫水校下 直接昏死过去了 这下不妙了 我们两名选手 瞬间折损 其他人呢 其他人没有事吧 中国休息区里 大家顿时乱成一团 谁都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无论那浩劫水校 究竟是不是抄街魔法 其始终是让中国国府队伍人员 面临了巨大的困境 哗啦 乱石积水中 一个浑身湿漉的身影 从水底跃了出来 一块断裂的石锋 莫名地从水中升起 漂浮在水面上 而那个水中窜起来的人 也恰巧落在了这块断石上 身子牢牢稳固着 身上热烟涌动 身上的水 瞬间化为了白色的气体 被莫凡的高温给彻底蒸发 莫凡身体立刻恢复了干爽 但受到海啸的拍打重锤 他的胸骨 手肘 腰部的骨骼 全部都受损了 还能够像现在这样挺立着 完全是凭借着恶魔系的体质 第1067章 严剑斩敌 莫凡的判断并没有错 那不是真正的浩劫水孝 其威力相差很大 可即便如此 这个技能的毁灭性 也是他们这些高阶法师们 难以承受的 哪怕这只是 浩劫水孝威力的一两成 一样将自己全身重创 深呼吸一口气 莫凡可以感觉到 自己的筋骨传来一阵剧痛 这种情况下 他很难像往常那样灵灵了 甚至在衔接 复杂的星座的时候 也会因为伤势 而受到影响 看来国府队伍 终究是国府队伍 纵然不是每个人都强的逆天 可仍旧会有那么几个妖孽级的存在 绝对不容许小雀 莫凡 你怎么样 男爵的声音 从身后大概四五十米的位置传来 莫凡转过头看去 发现 男爵和南荣尼是站在一起 他们两个人 应该是联手支撑起了保护 这才勉强站稳了脚跟 而蒋绍旭和祖金明 这两人都不是很擅长防御 他们都没有来得及施展自己的强势 就被卷出了赛场 确实也是无奈 骨头断了很多 莫凡咧着嘴说道 这时 南荣尼已经完成了一个治愈星座 灰蓝色的宝瓶之座 华贵无比地出现在莫凡的周身 莫鱼在这宝瓶座的治愈守护下 莫凡可以感觉到 自己身体里那些折损的骨骼 正在慢慢地被摆正 虽然是有一些短暂性的剧痛 但过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了 不合归不合 这毕竟是世界国府之争 南荣尼作为治愈系法师 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 也没有理由不给莫凡治疗 毕竟这场比赛若是输了的话 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一番治愈 让莫凡的骨骼 尽数恢复了过来 就连被狂狼拍击的那种肌肉松垮 和浑身疲惫 也好像消除了 不得不说治愈系的高阶之术 确实强得惊人 只剩下我们三个了 要全力以赴 男爵说道 男爵自然也希望 莫凡在这个时候 先放下之前的恩怨 好好地打赢这场与西班牙的赛事 全国那么多人都在瞩目着 若是早早败下 又如何对得起 他们一年来的历练苦修 给我强化 哼 这群东西 我把他们一个个送到场下去 莫凡目光如炬 整个人已经透出了强大的气势来 男容你也不敢懈怠 嘴边呢喃起了祝福系的咒语 盛难强化 神圣的文咒 飘向了莫凡 形成了庄严无比的印记 烙印在了莫凡的身上 莫凡施展出什么力量 这特殊的祝福之印 就呈现出什么颜色 催化着魔力的膨胀 小颜街 我们杀过去 莫凡已经有了几分血性 周身的烈火 分化成无数的火雨 火雨 扑在莫凡的脚下 宛如一头烈焰火鸟 正在翱翔斩翅 踏着这头火雨猎鸟 莫凡气势汹汹地 往西班牙阵营中 冲撞过去 猎鸟长长的尾巴 滑跪地展开之时 将踩踏在上面的 莫凡衬托得 更如火魔那般狂野霸道 念空 时落 踩着烈火 飞行的过程中 莫凡周身银色的光滑 释放 那些沉浮在水里 断裂的龙牙石 全部被裹上了 神秘的银色色彩 他们从水里窜出 漂浮在了莫凡的周围 并跟随着莫凡 一同朝着西班牙队伍那里 冲去 乱石飞冲 疯狂地砸向了 西班牙队伍的人 只见那名治愈系的法师 佩丽丝 快速地完成了水系咒语 支撑起了一个水滑天幕 将他们四个人 全部保护在了 这水质结界后面 乱石被格挡下来 但这并不重要 莫凡 本身就是让他们 为自己开路 真正的杀招 还是莫凡自身 让你们尝尝火的滋味 在狂浪中 喝了不知多少口水的 莫凡此刻一肚子的火 他也性十足地 杀到了那四个人的面前 脚踩着 用意念控制的一块符石 火山 莫凡狂吼一声 顿时磅礴的烈焰 组成了数座火之山巒 山巒的顶部 一下子喷发出了 夸张壮观的 烈火之柱 火星飞射 火蛇翻卷 火山灰更是弥漫 这一片水的世界 顷刻间变成了烈焰 在统治 论毁灭性 莫凡怎么可能会输 给其他的法师 这一场爆裂的 火山涌动之后 西班牙队伍的阵型 便出现了明显的 松散迹象 在这火山火焰 四处喷洒的过程中 莫凡特意留意了 那名之前 释放浩劫水啸的法师 他发现此人 面对这样的攻击 竟然需要队友来保护他 甚至挪动起来 都变得非常的艰难 看来水啸浩劫 损耗了他所有的魔能了 应该是一种 可以蓄积所有的魔能 将其转化成 更高级法术的 特殊天生天赋 莫凡心中推断道 那名西班牙的水法师 皮诺尔表现出的症状 就是魔能损耗过度 这种损耗 是治愈系魔法 无法恢复过来的 也就是说 他施展出了 如此强大的魔法 也意味他自己 失去了大半战斗力 需要一些时间 恢复过来 才能够继续战斗 说实话 莫凡还是挺害怕 这种水系法师的 要是再来一次 浩劫水啸 他们队伍 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莫凡也没有把握 抵挡下第二次 那种海啸拍击 必须先干掉他 不能让他恢复 莫凡目标 锁定了那个 虚弱的水法师皮诺尔 只是 对方怎么说 都有四个人 自己要取那家伙手机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莫凡 先假装攻击 他们的治愈系法师 然后转向那名水法师 男爵的声音 在莫凡的脑海之中响起 莫凡一阵诧异 怎么因系法师 也可以看穿 自己心中想法的吗 仔细一想 想来 应该是男爵 和自己想到一块了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那个 水系法师皮诺尔 缓过境了 哪怕他无法施展出 第二个浩劫水效 这种人修为一样 相当可怕 男爵已经再为莫凡 扑路了 莫凡的火焰山 刚刚有平息的迹象 男爵也施展出了 他强大英系法师的 鹰魄杀招 那几乎刺痛到 灵魂最深处的 杀鹰入脑后 便感觉脑子 都要爆炸了 这鹰浪杀招 目标正是对方的 那位治愈系法师 看得出来 治愈法师佩利斯 是他们的核心 就连战斗指挥 也是他 鹰浪杀招 是难以防御的 即便是心灵之强 也顶多削弱 一些力量 可怕的鹰爆 冲击在他们的脑海里 西班牙几人 都处在了耳鸣头旋中 佩利斯受到的攻击 最为严重 耳朵都有血液 缓缓地溢出来 先处理掉 他们的治愈法师 莫凡 忽然大喊了一声 以意念来操控着龙牙石 朝着受伤的佩利斯那里 狂乱地砸去 龙牙石众多 再加上之前 弥漫着的火山灰 还没有完全散去 大家的视线都相当糟糕 一般而言 一个队伍的治愈法师 往往就是毒瘤般的存在 好不容易建立的优势 往往会因为一个治愈技能 而荡然无存 所以 率先解决治愈系法师 是很有必要的 西班牙那边的人 意识到他们要对佩利斯发难 立刻聚集在佩利斯身上 两三道防御 别管我 我还有魔具 保护皮诺尔 佩利斯高喊了一声 可惜队友之间的协调 并不是那么的融洽 他们手中的防御魔法 都给了佩利斯 根本没有想到 太多 强化 远处 南容尼再次给莫凡 施加了一道强化圣印 祝福圣印 将莫凡身上的烈焰之势 燃得更强 莫凡的毁灭之力 本就霸道 再有南容尼的这强化祝福 威力 至少得增加个三四层 一个潇洒的顿影 莫凡在 西班牙队伍人员 处在混乱中的时候 悄无声息地前走 诡异地出现在 西班牙那位水法师 皮诺尔的面前 皮诺尔确实修为强 居然察觉到了莫凡的存在 他第一时间互换出了凯模具 将他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 在那凯窥之下 莫凡看到了皮诺尔 那带着几分讽刺的目光 战术不错 可惜我不是任人宰割的 皮诺尔带起了一串冷冷的笑声 吃完我这一剑 再说这种话也不迟 剑身整整有15米之长 祝福圣印环绕之后 更是充斥着神圣气息 炎斩 莫凡挥舞着巨型炎剑 一剑豁然斩落 剑威震荡起火之烈浪 气势滔滔 皮诺尔瞪大了双眼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火系魔法 更不敢相信 有人的掌控力 可以强大到 将烈火凝聚成如此巨剑 看着巨剑落下 皮诺尔便知道 自己这一身的铠甲 是根本防御不住的 炎剑斩本身就是 莫凡单体威力最强的火系魔法了 再有祝福系的强化印记 在 根本没有几个人 可以抵挡得住 烈火剑波 肆意席卷 皮诺尔被滚烫的剑岩 给烧伤 发出了阵阵惨叫之声 好 好样的 男爵 看到莫凡一击必杀 灭掉了对方的这名水系法师 经不住畅快淋漓地 喊出了一声 西班牙队伍里 应该最难对付的 除了那名治愈系法师之外 便是这皮诺尔了 眼下皮诺尔下场 佩丽丝受创 还有之前那位弗朗 西班牙的两颗重要獠牙 全部拔出 接下去获胜的 希望会大很多 第1068章 还有两系未用 佩丽丝脸色都难看了许多 他们队伍里都毁灭法师 一个是水 一个是火 两个相当有进攻性的法师 都被打下去了 只剩下他们这三人 一个主修智语 一个主修心灵系 一个主修兵系 这组合 倒不是问题有多大 问题就在于 对方那边有一个超级暴力的火法师 这火法师的魔法 实在有些不安套路出牌 火焰 强盛不说 技能更是变化多端 不解决这名火法师 他们很难取胜 要解决掉他们的核心 佩丽丝对另外两名队员说道 他的修为很高 我的射魂控星成功率很低 心灵系的西班牙选手说道 最初的那位潜水者 主修的是兵系 可惜他的兵系魔法 在对方那种烈焰下 未必能够起到压制效果 对方没领域 却胜似坐拥火之领域 一起进攻 佩丽丝说道 本来浩劫水笑一出 他们西班牙队伍是必胜的 哪知道局面会落成 现在这个样子 最大的败笔 就是没有意识到 对方的真正核心 竟然是这个莽撞至极的火法师 这火法师 要不加以牵制 完全是能一个打好几个 他们现在 也庆幸是有一个心灵系法师在 不然他们这三个人 未必抵挡得住 对方的毁灭轰炸 男容妮 直接给我治愈 我和他们应来 莫凡指挥了起来 莫凡知道这女人 是很在意识人目光的 要换作平常 这女人不给自己一口毒奶 毒死自己 都算是她心怀慈悲了 怎么可能好好的魔法 治愈 男容妮 果然实相听话 念起了治愈系的高阶之法 一个新的蔚蓝色宝瓶 做治愈渐渐地 在莫凡的周深勾描 看到有这一层魔法保障后 莫凡简直跟疯子一样 一头栽入到了对方三人之中 身体一落 火环就炸起 明明身上没有什么防御魔法 可西班牙的这三人的攻击 却好像根本奈何不了她 好不容易 在上面留下了一些伤痕 结果宝瓶做一亮 莫凡这头壮如牛的法师 马上就康复了 西班牙三人脸颊都在抽搐了 这家伙 未免也太狂妄了 直接冲过来一打三 即便他们不是毁灭新法师 可一些高阶魔法 同样具备很强的杀伤力 他难道就不考虑 会被他们三个人给轰杀的吗 佩丽丝咬紧颠 他们的战术本来就是三人围攻莫凡 谁知道他们还没有具体实行 对方就自己冲上来给他们围攻 绝对的有恃无恐 偏偏他们三人还真拿此人 没有太大的办法 无论是他们刺修的雷系 还是潜水者的兵系 打在对方那火焰外衣下 都起不到丝毫的作用 兵系无法伤到他们 倒也能够理解 火之力更为强盛的情况下 兵系魔法 肯定是要被克的 兵风灵鹫都没有落地 就被对方一道火拳给打得粉碎 那么雷系呢 为什么心灵系法师自修的雷系 也对这家伙 起不到太大的效果 那 好歹也是最强的毁灭系啊 兵不怕 雷 不拒 植物袭击 更很难尽他火翼之身 西班牙三人 纵然不是毁灭法师 可这样围攻 没有将对方击垮 心态立刻就崩了 简直是个怪物啊 即便是有高阶治愈系宝瓶做加身 也不带这样闯入进去 一亿敌三的 一名西班牙观众 哭丧着脸说道 中国国府队 今天是要崛起了吗 这冒出来的人 怎么一个个都是变态极的 是啊 空间系的 兵系的 再加上这个火系的 其他成员 实力也都不弱 比如说那个阴系的 可能够控制住战局 莫凡 这怪物 在西班牙那三人之间 横冲直撞 对方有心灵系法师 不停地压制 也无济于事 因为莫凡很多魔法 其实压根不需要描画星图和星座的 技能源自于炎姬 少女的强大掌控力 心面一动 魔法便形成 另外 莫凡的猎拳施展速度 是相当之快的 他猎拳的威力 有的时候 比高阶火系天燕葬礼 还夸张 心灵系法师 可以成功打断魔法的高阶之术 却绝不可能 每次都将莫凡的猎拳 也给压制住 莫凡 攻击那个心灵系法师 男爵的声音 忽然严肃地传来 莫凡往那位 心灵系法师望去 发现那人似乎遭受到了 阴鬼鞭策精神事件 整个人看上去有些混乱 果然 莫凡是最克制心灵系的 男爵之前一直都没有出招 这回突然间发难 正是要彻底打垮 他们的心灵系法师 那位心灵系法师 也很贼 总是躲在离莫凡 有一段很长距离的地方 脚下全是水 却不妨碍莫凡杀到那人面前 面控让水下的龙牙石 扶起 那些断去的龙牙石 在面前排列开 莫一个相隔有十几米 莫凡伸手矫健 连续点踏着这些 浮空的龙牙石 跨着这自己排开的 阶梯杀向了那名心灵系法师 西班牙另外两人心叫不好 想要去救援 身体 却立刻被南荣尼的植物给缠住 耽误了最佳时间 滚下去吧 莫凡暴力一拳 九条狂舞的火焰蛟龙 在半空中呼啸而过 将这名心灵系法师 送到了结界的边缘处 火焰狂灼 助理裁判们 见到这火焰 很有可能将心灵系法师 烧成一堆海骨 闪电出手 将其救走 如此 西班牙队伍再折一人 中国国府休息区里 所有人脸上 终于有了一丝丝的轻松 莫凡终究是莫凡啊 这次要没派这头疯狗 上去 多半是要拜的 不知道是谁感慨了这么一局 几位导师心同样松了下来 确实如此人说的 不是莫凡那 以一敌三的爆炸实力 即便解决掉了那位水系 法师皮诺尔 一切都是未知术啊 毕竟蒋少旭和祖吉明两人 是在还没有来得及 发挥作用的情况下 被浩劫水啸给打下场 这倒不是说 他们两人实力如何 实在是浩劫水啸 强势过头了 换作是其他队伍 也多半要这在西班牙这边 这个莫凡 实力真是越来越恐怖了 作为替补的东方烈脸上 露出了几分无奈 想当初 他们可都算是 明珠学府的佼佼者 这才过一年的时间 莫凡就将他甩开几条街了 多说都是累 一旁的木奴娇此刻 那双灵美的毛子 也在注视着莫凡 按理说他 应该算是非常熟悉莫凡的人了 可莫凡的那种成长 真的如东方烈说的那样 最最可怕的是 这场与西班牙之间的战斗中 莫凡竟然还有两个系的魔法 没有施展过 木奴娇是清楚莫凡能力的 除了狂然的火系 他的雷系也是主修 这场与西班牙的战斗中 莫凡连一个雷丝都没有使用过 而且 木奴娇记得莫凡的暗影系也不弱 他在这场厮杀中 一样没有怎么使用 最多用盾影 躲了几个关键技能罢了 其他人多半还以为是莫凡的铝模具 解决西班牙 却还隐藏两系之力 莫凡这修为 已经不能用可怕来形容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斑驳王子脾气是确实差 看见局势走向无可挽回的地步 更是一把掀掉了面前的水果盘 一旁的康帝老师 微微皱起了眉头 以平和的语气道 这里是公众场合 斑驳王子 还是收敛点为妙 我想你要争强好胜之前 就应该多了解了解一下对手 把你抛到水里的这个人 实力确实很强很强 啊 哥哥 你真的被人扔到河水里啊 我还以为是那些无聊的记者乱说的呢 少女瞪起眼睛 带着些许惊呼道 斑驳王子脸色更加难看 他狠狠地瞪了一眼声音过大的妹妹 王子 我们前说了 斑驳王子的侍从低声说道 斑驳王子嘴角都臭了起来 这死事从真是 哪壶不开提哪壶 时点再提这件事会死吗 殿下 我们账户刚刚被扣出了一亿 请您以后不要再这么任性了好吗 即便您喜欢赌赛 花个几百万 一千两千万就好了 怎么会下了一亿的赌注呢 旁边那位财务总管 脸上带着几分不悦道 这位王室财务 是这回才知道 斑驳王子赌了一亿 一亿是小数目吗 当然不是 即便赌赛之风在迷赖 也不能够 拿出如此大的资金来啊 都闭嘴 都闭嘴 你们烦不烦 那谁 怎么教导这些学员的 为什么连中国队伍都会输 我们西班牙颜面何在 斑驳王子 立刻把矛头指向了导师那边 西班牙的导师 知道王子坏脾气 理都懒得理他 如今又不是君主制 王室的保留 只是一种象征 要当王室神经也没人说你什么 谁爱奉承 谁去奉承就是了 看到导师这般无视自己 斑驳王子更是气坏了 偏偏他又找不到东西来撒窃 真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康帝老师摇着头 叹起气来 胜利在不久之后 到来 没有了那位心灵系法师的骚扰 谁还能够抵挡得了莫凡的攻击 即便他们的核心 是那位治愈系的佩利斯 也无济于事 没有了强大的队友 治愈系法师 是无力回天的 第1069章 神印理赞 中国队 胜 主裁判一声宣毒 在7号观望台上 顿时涌起了一阵惊人的呼声 这个7号观望台 全部都是华人 也有不少特意飞来威尼斯 为中国学府助战的 如此连番获胜 便意味着中国队伍非常有望 在这次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了 世界学府之争关系的东西 相当多 单单是那让世界主目的名望 便可以让一些势力受用无穷了 更不用说 国际上很多难以平均分配的资源 也都是由世界学府之争的排名来分配 这也是为什么 国府在培养学员上 一点都不会吝啬 本身奖赏给学员的东西 都相当庞大 击败了西班牙 即便之后的赛事都输掉 那也至少保住了前16名的位置 这和当年开局没多久 就被淘汰的惨剧实在好处了 不知多少 我就知道你会赢的 赵满言走到莫凡面前 重重地拍了拍莫凡肩膀 本以为莫凡也会随之 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 可赵满言很懒悶 为什么从莫凡的眼睛里 看到了些许杀人之意 难不成自己做错了什么 细细回想起来 自己好像没做什么 对不起莫凡的事情 你看 前一分钟内就到账了 你发财了 赵满言拿出手机信息 递给了莫凡看 莫凡看了一眼那惊人的数字 脸上的表情立刻就变了 武艺 莫凡一时间还没有回过神来 那是当然啊 我们中国赔率高啊 大家都以为西班牙会赢 你不知道 浩劫水啸出现的那会 下西班牙住的人都欢呼了 结果被你力量狂澜 全部赔得金光 吓住我们自己国家的人 一个个感动得快哭了 排队要任你做爹 赵满言大笑着说道 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其中就有整整花四年时间 来分析各个国家魔法形式 探索国府成员资料 然后分析胜负来赚取赌金的 更有把自己多年积蓄 直接挥霍出来的 虽然国际上已经很多条规定 一旦涉及到十万以上的赌注 都需要先进行财产鉴别 确认所有投入的赌注 不会超过总财产的30% 但依旧有很多人使用一些偏法 压上自己的所有资金的同时 甚至负债 所以一场比赛的胜负 已经不纯粹是鼓舞国民士气了 就拿莫凡自己来说 这两亿下去 直接是给莫凡翻了两倍多 扣除掉许多严重的税收 也变成了五亿多 直接发了一笔横财 看到这么一大笔钱 莫凡自然和颜悦色了许多 话说回来 也就只有赵满炎这种人 可以下得了两亿的赌金 换做是其他富二代 估计就被赶出去了 这种赌金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下的 嘿嘿 零头都可以保养一位超模了 看在我给你立了大功的情况下 零头送我呗 赵满炎色星大开的道 滚 你这蠢货 好歹我们也是多年的兄弟 你他妈我这眼神你都看不懂 你没看到这比赛有多悬 一个浩劫水效 差点让我们全军覆没 莫凡得了大便宜归 大便宜 心还是扑东直跳 这毕竟是一个团体对抗 一不小心出了意外 莫凡就变成负债两亿了 那时莫凡不值得多少次出生入死 才可以把钱给赚回来 毕竟不是什么时候 都有上亿的大单子的 赵满炎也是一脸委屈 帮了人赚大钱 居然还被臭骂了一顿 怎么说他这个赵家大公子 要把这么一大笔钱砸到赌池里 那也是需要冒杯骂风险的 钱取出来 还给赵满炎两亿 看在这次赚了大钱的份上 莫凡也赏了赵满炎这伙包养超模的钱 至于想要平分赌金 想都别想 这要是输了 莫凡保证赵满炎这件人 会让自己还那两亿的 所以这钱莫凡毫毫无情面的全收 纯荡给自己压压金 三亿到手 莫凡手头一下子又宽裕了起来 渐渐的心情也好了许多 当然 再看到斑步王子那臭着脸的样子 莫凡哥都横起来了 摆出了那副极其欠打的吊狼当样 今天之后 我们国府队伍 应该会受到很多国家重视了 导师风里满脸严肃地说道 比赛赢了 这家伙也不见得有点笑容 也真是一个怪人 好像这世上就没有能够让他满意的事情 那倒是连胜这几场 往后我们遇到的对手也会更强了 现在我们大部分学员的习和实力都暴露了 接下去一定要格外小心 哪怕是一个魔法系的搭配出错 都可能失败 松鹤说道 我们下一个对手还没有出现 大家好好休息吧 首席法师旁来说道 对了 今年的奖励还没有出来吗 往年不是开赛就会有了 为什么今年反倒迟迟不公布 寒记想起了什么 不禁询问道 第一名有了一些眉目了 学员将获得一次神印礼赞 仪式将由帕特农神庙亲自举行 在雅典神山之上 首席法师旁来说道 神印礼赞 这么虚的东西 就没有实际的吗 比如说 奖励个十几二十亿的 莫凡不由地发问了 神印礼赞 一听就知道 是一种看上去很神圣高大上的礼仪 问提莫凡这人比较踏实 第一名的奖励 最好就他妈是钱 魔法修行到处都花钱 莫凡还有那么多戏 没有提升起来 怎么 我说的有问题吗 莫凡很快发现 大家用怪异的眼神看自己 不免反反问了一句 你真的该多读点书 慕宁雪再一次 不识人煎烟火地说道 神印礼赞 这可是用钱都买不到的东西啊 赵满言 脸上的表情就相当夸张了 仿佛看到了 比没穿衣服的女神 更激动兴奋 神印礼赞是祝福戏的神迹啊 获得礼赞的人 将可以获得一次永恒的实力增幅 什么意思 莫凡还是不太懂 你该知道我们所有魔法师 从觉醒开始 魔法技能除却某些天生天赋 天生灵种魂种的人 威力都是一致的 我们所有魔法师 最初觉醒的戏 所以为威力基础 可以看作是一 再加上我们每个人 最初都是反种戏 反种增强幅度为1 所以最终技能的威力 只与技能等级有关 但如果有了灵种 魂种 技能的威力 才会随之上翻 灵种为2-3倍 魂种为4-6倍 寒记知道 莫凡是一个操汉子 于是耐心地给莫凡解释了起来 这个我知道 莫凡说道 神印 李赞也是增加魔法师的威力 但他并非是像灵种 魂种那样 类似于武器那般 依附在魔法师的身上 而是直接增加魔法师自身威力 也就是将魔法师那个威力基础 已变成1.5 寒记接着说道 莫凡张了张嘴 他这人读魔法书首 那也是有原因的 可不代表他脑子笨啊 在听到寒记这番数据话解释后 他脸上布满了震惊之色 一些天生天赋者 才有可能威力基础是比1更高 达到1.2 1.3左右 这种人所施展出来的技能 哪怕是反种 都会墙上几分 而假如有了灵种 魂种 他们得到的增幅更加恐怖 然而这种威力增幅天生天赋的人 少得可怜 并且基础威力是不会随修为 时间有半点提升的 一开始是1 就永远都是1 要么是极少数的先天 唯一的后天增强方式 那就只有帕特农神庙的神迹 神印里赞了 寒记接着说道 天生天赋威力增幅 这种人莫凡依稀记得有遇到 只不过 这种人修为若是没提升起来 没有得到更强的灵种和魂种 与莫凡这种天生双细的比起来 还是要逊色许多 可莫凡本身就是有天生天赋者 若是再获得威力基础的理赞 将基础从一变成1.5 这就意味着 自己技能威力将会恐怖至极 1.5基础 像暴君荒雷这种 接近六倍威力的魂种 便可以让莫凡施展出 整整比普通人 强出九倍威力的技能 九倍啊 六倍的雷系技能 就已经有点让统领级生物 都招架不住了 九倍威力释放出来 那岂不是连统领 都可以轻易灭杀 随便释放个中阶魔法 其破坏力都跟高阶魔法差不多 莫凡是会强化出阶 中阶技能的 毕竟他有太多的精魄 无处使用了 技能等级提升到4级 5级 然后基础威力为1.5 那么他的中阶魔法 都可以碾压高阶了 你说 这神印理赞好 还是钱好 赵满颜见莫凡 终于领悟了其中的奥义 不由问道 这他妈还用说 不行 这神印理赞 我要定了 让那谁给我来个 10个8个神印理赞 我就无敌了 莫凡狮子开口道 你在做梦是吧 神印理赞是多宝贵的东西啊 第一名才可以获得一次 话说起来 新的帕特农神女 不是还没有选出来吗 那神印理赞又怎么进行 寒记想起了这件事来 不由地问了起来 比赛不也还要进行一段时间吗 假如选出来了 新的神女庆典那天 第一名便会出席 在雅典神山上 荣获神女理赞 假如还没有选出来 这个奖赏就推迟 一些时日了 再不行 殿母也可以代替举行 只是殿母所施展的神印理赞 应该会比真正的神女传承者 差上一些 首席法师旁来说到 第1070章 夺宝赛 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奖赏 也有些消息 第二名队伍将获得 圣凯之谈的虚空之谈中修行 澳洲魔法协会 圣凯之谈的虚空之谈 是世界公认的修炼 圣地 在那里 将迎来多少倍的修炼速度 谁都无法完全估计 但据说高阶法师 进入其中 踏出来 高阶巅峰的魔法师 他们千金跪求一次虚空之谈 就为了冲破高阶枷锁 进入到超阶领域 数据表明 在澳洲虚空之谈中 涅槃到超阶的比例 是全世界最高的 圣凯之谈的虚空 之谈修行 一样是金钱不可替代的 第二名的奖励便是这个 相信获得第二名的队伍 将一下子获得不少 未来有可能 踏入超阶的法师苗子 第三名将嘉奖 模具套装 绝大多数模具 都是由不同的材料做出来的 这五大模具形成一种统一的时候 模具与模具之间 便宛如星轨 星图 星座那般 可以组成传导的法阵 法阵威力有多强 自然不需要再多说明 所以 模具套装若是能够雕刻 进一个强大的法阵的话 就相当于让魔法师 多了一个强大至极的技能 模具一整套的收集 那是相当耗费财力与精力的 也只有大的魔法协会 才能够真正做到 所以这第三名的奖赏 想必也是由魔法协会支付的 一样是有钱 都未必能够得到的超级奖励 对了 前三名才有奖励 那三名之后 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莫凡经不住 发问了起来 要拿到前三名 谈何容易啊 莫凡可并不觉得 这个世界上变态 就只有自己这么一个 回想起那个 可以施展浩劫水效的 西班牙法师 要是他只针对自己 莫凡也不说 有十足把握 能够抵挡 那种全身骨头 都断掉的痛苦 他可没有那么快就忘记 之后的名次是没有实际奖励的 不过在没场比赛的 进行过程中 资源池将陆续开放 旁来说道 资源池 这又是什么东西 莫凡问道 哦 前几天你没在 都忘了跟你说了 你们在历练的过程中 我们不是有发放资源吗 这些资源 便是从国际资源池中 抠出来的 奖励给那些历练任务中 表现杰出的队伍 但事实上 整个国际 给世界国府大赛成员 准备的资源池 是相当庞大的 历练奖励给你们的 都是零头 在这第一轮的淘汰赛事之后 将会进入第二轮的夺宝赛 这个夺宝赛中的宝 就是资源池里的 庞大金山宝库 每个国家能争夺多少 就看学员们的本事了 风离不紧不慢地 给莫凡解释道 莫凡瞪大了眼睛 目光环视周围 其他人 都是一副已经知道了的表情 唯有自己一头雾水 淘汰赛只是会 剔除掉一些 可能通过国管赛 浑水摸鱼进来的队伍 接下去的夺宝赛 那才是整个世界 学府之争的关键 你不知道资源池里 是有多少好东西 堆起来都要跟善一样高 我们之前那些历练奖励 完全是小打小闹 赵满言说道 莫凡细细数下来 历练过程中 自己所获得的 国府奖励价值加起来 大概已经有快两亿左右了 假如这还只是小头的话 那这夺宝赛 岂不是遍地黄金 难怪你们大家拼了命 都要到这威尼斯水都大赛 原来还有这么刺激的 赛事 莫凡恍然大悟 夺宝赛 那是国际把资源聚集在一起 然后以这种学员争夺的方式来发放 大家都是派遣年轻一辈法师来参加 拿多拿少 全凭本事 可以说是最合适的分配方式了 莫凡一开始 还确实这世界学府之争 不是那么的热心 在知道前三名的奖励 以及第二轮的夺宝赛后 整个人就要血脉膨胀了 问世间 还有谁比自己更烧资源 天生双戏是牛叉 但必须建立在庞大资源堆砌 才可能真正大放光彩 世界学府之争第二轮的夺宝赛 资源无限 就看实力争强 这绝对可以填补莫凡 还有好几个戏 都没有提升到极致的空缺啊 到底是哪个天才设计的 这世界学府之争啊 岂不是为自己这个天生双戏 稍前狗粮身定做的吗 每一届夺宝赛都不一样 也不知道 这次会有什么有趣的规则 韩记笑了笑 他自然是 看出了莫凡那激动的模样了 值得提醒你们的是 夺宝赛不是纯粹的学员切磋 你们可能会身处一些危险环境中 即便国际会全力以赴的 保证你们生命安全 但以往的夺宝赛 也不是没出现过死亡的 所以希望 你们要多加小心 一切以小命为重 别太过贪心 风里果然是一个古板的人 在大家讨论会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 他却给学员们 浇了一大盆冷水 知道了 唉 往街是有一些小意外 不过也没那么夸张 每一届夺宝之地不同 还是小心为好 也不知道 猎者联盟会选什么地方 淘汰赛 中国队基本获胜 已经有了绝对进入第二轮夺宝赛赛的资格了 考虑到夺宝赛上 将会更加刺激 也更加激烈 手头上刚刚获得了三亿资金的莫凡 希望对自己的实力 再进行一次提升 这一次 莫凡将目标放在了自己的召唤系上 吉星狼真的卡在战将级 进阶期有一万年了 他要是不进阶 就要被莫凡给血藏了 最多只能够充当坐骑 来用 和吉星狼也是多年感情 再加上吉星狼确实有一颗极其渴望变强的心 莫凡打算把这不义之财砸在吉星狼的身上 吉星狼血统的限制 假如没有外力相助 很难有更高的蜕变 正好威尼斯是一个应有尽有的魔法之都 莫凡想把吉星狼给强化起来 强化召唤兽 还是三样必备的东西 兽魂 骨粉 血脉 吉星狼自身体格式已经到了 极限了 莫凡得买更高级的骨粉 先让他的身体进入到一种极致状态 力量强大到小小的身体 无法支撑的程度 内心就会无比渴望蜕变 这是绝大多数妖魔的进阶必经之路 骨粉这东西花的钱也不算多 而且也比较好买 莫凡跟赵满言说一声 赵满言立刻就弄来了许多优质的骨粉 接下去比较麻烦的就是 血脉和受魂了 血脉可以用钱买 狼族毕竟是妖魔中的大种族 信息网足够庞大的话 要购买到高级的妖狼血脉 也不过是钱的问题 最为头疼的东西 就是受魂了 魂 一般都是由金破中一遍来 一个统领级金破 是有多贵莫凡 又怎么能不知道 更何况是特殊的金魂 分分钟倾家荡产 况且 这金魂还要求相当苛刻 太强的不行 太弱的也不行 最好是狼魂 不是狼魂 也得是比较接近的狩猎魂 急心狼带着些许风属性 该受魂也最好有风属性 莫凡 这是 你最好去请教一下江玉 或者是庞来 庞来 怎么都是 中国最强的召唤戏法师 进阶可是大事 这比赌赛风险还大 一不小心你就回到解放前了 赵满言给莫凡找来了血脉和骨粉后 特意提醒了莫凡一句 莫凡觉得这货说的有道理 特意跑去找了江玉 巧的是 首席法师庞来 也在给他的爱徒江玉开小灶 莫凡这种人从来都没脸没皮 直接就凑进去了 莫凡 你怎么跑来了 还以为你会闭关修炼呢 江玉坐在茶几前 双手还抱着如同高贵小富猫的叶罗刹 叶罗刹在他手臂上睡得很熟 对面坐着的正是庞来 一般人是很难见到庞来的 莫凡正好借着和江玉关系好 来讨教讨教 当下 莫凡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庞来和韩记关系不错 对莫凡也欣赏有加 自然也不介意给莫凡指点一二 首先 你的已经是召唤戏星河了吗 庞来刚要开讲 忽然意识到什么 特意询问了一句 莫凡摇了摇头 如果你还是召唤戏星云 还只是中阶的话 那你这次进阶 是必定失败的 没有高阶的星河之力 你是不可能助你的战将级召唤兽 进入统领级的 庞来很认真地说道 不会吧 还好来问了你老人家 不然我钱打水漂了 莫凡脸都拉长了 庞来揉了揉太阳穴 事实上 这是比较常识的召唤戏知识了 莫凡如果连这都不知道的话 那自己这堂课 是要讲挺长时间的了 骨粉 血脉 这些 你可以先给你的召唤兽进行了 强骨与幻血 其实是 应该在平日里经常做的 这样 你的召唤兽 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吸收 也会潜移默化地 往更高级的血统上靠 不过 我看你的这狼 自己已经魔力出了一句好身躯 也就没什么大碍 但以后尽量记得要多强骨 庞来说道 哦 哦 马上就要夺宝了 庞来大师啊 我还来得及吗 莫凡这次是牢记了 你这人 哪有心这么急的 境界 得循序渐进 你平日里 唉 算了 你以后记着就是了 我看你的修为 和你狼的修行 倒也不是没成功的可能 庞来说道